中国我说才去方 摩西之国 摩西之国并非一手对上帝的送国 而是充满抱怨奏奏 摩西说 一会话呀一会话 摩西我本是老实人 不善言辞 安于防谋跟着 偏偏手里欺骗猛虹 被你利用瑕疵 走上起头 狂风把石头驱赶 从仙奏伊斯列开始 我们就是埃及的臣民 在一路伙伴顶居老族 从荒漠里移民逃难以来 十百多年了 感谢埃及忘记了了我们 并给了我们安稳的生活 尤塞成鬼位埃及人的在乡 人口强大 仿舍坚固 采源不担 不再打碰入局 石区飘泊 只因哪有恶力的到来 神魔浮体 山东故火 让我带领伊斯列人 离开埃及 回到亚布拉罕 充满丑杀与饥荒的谷底 并承诺各位们 一片留着赖火迷的心头绳索 流洋成群 防武在清朝达迪 米风在花果园林里飞舞 更好的生活从来不是寻根的区域 而是远离周邦 建设新的生活 隶属将将下神志 彰显奇迹 伯天能烟局开楼 夜晚能获局应领 劈开洪海波涛 能去一条 通透 只待伊斯列人上岸 能俯活的海血 把埃及的决兵斩马 埋葬在深海中 这一切都是较诈的谎言 事实上洪海变成 追杀泛康的邪害 沿头难遇 网民奔走 福利好苦于头 罗斯湾伊斯列人 成活济细 在地失于埃及人的 蛙灾 死灾 温灾 洪灾 与干寒饥荒 一系列灾祸中 伊斯列人也同遭解难 无意行灭 里间丑空的楼火 一旦电烂 就会烧到底有的尽头 直到北附逃离开来 伊斯列的指引 等待我们的就是一片狂野 野手取摸 古不生的狂野实力 和不知所想的流浪针头 去埃及的道路 多么漫长艰辛 也许还要几千年 才能安定下来 伊斯列人 愚昧无知 毫无坚实 如果他们有指挥 就能明白这一切 直到自己的结局 又不是他们的盘石 卖掉他们 又不是耶和华 欺骗 抛弃 他们正会落到 与此悲惨的劲敌 上帝的蒙地 只在把伊斯列人 和天下寻宠无人的羔羊 楼于聚在 上帝呀 耶和华呀 摩西英里 与贼的声中 人类因你 多灾多难 耶和华 完神之中 又学乡里 也就是一切 贼我苦难的根源 愚群的人类呀 倾听贼冷 摩西的忏悔 与归权之语 学高高的聚起上帝 学教登主 某个的道乃